最快两分钟就可以吃上跟店里那种水煮出来一模一样的饺子 福迪宝的速冻即食水饺 有虾仁的 巴鲨鱼的 和一个法鱼的 三个味道都是海鲜的 蛮贵的 之所以不做白菜猪肉 可能是因为卖不出价格 然后他们呢是直接速冻拿出来 不需要解冻放在微波炉里面 根据功率 钉2到4分钟不等 去尝一下 吃哪个呢 先吃下这个吧 绿色的 藤椒的巴鲨鱼 其实这个蛮贴心的 店家里面是有配 是有配餐具的 叉子和水冰方法 就是他不需要撕开这个膜 他因为有排气孔 直接钉就可以了 然后去了 这个颜色还不错 外皮是绿色的 钉好了 超速度 我上次就是一盒 虾仁水饺 然后钉好以后 就这么放进包里 当时偷个袋子 它还是有点漏水的 因为有排气孔 他到公司取吃 结果就是因为这样 数了的关系 到了公司以后 全部粘连在一起了 所以他不适合 加入好以后 再带出去 直接吃会比较好 他有一个 他有一个开口处的 但是真的 好难撕啊 好难撕啊 撕成这样了 没有整张撕下来 可以直接闻到那股 藤灸的味道 我以为他是 纯素冻的 但是他里面还是会有一些 那个食品添加剂的 饺子是这种手工包的样子 还是很不错的 讲真 跟直接水里煮出来的 可是一个味道 好吃的 我不知道能不能拍到 里面那种汁水的感觉 好像拍不太到 但是我这一口来 他里面是有爆汁的 但是饺子香还是在的 这个不比那个传歌的差 就看起来吃嘴猪一点 好适合懒到 锅子都不相信的小伙伴 你看这个盒子 我给我盯一下 餐具都挤了 有一丢丢的藤椒的麻 然后这个巴鲨鱼 他写的巴鲨 如果不是巴鲨鱼的话 我就觉得他是墨鱼 是那种很有弹性的鱼肉的感觉 好像是一点都不腥 除了贵 没有缺点 这回锅 吃完了 满足 刚才呢我为了很方便 就两盒这样定型放到微波炉里面加热 不知道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受热不太均匀呢 还是白色的 看起来本来就色面不太好 反正没有刚刚那盒绿色的看起来好看 这一盒是虾仁水饺 然后这一盒呢是 白鱼水饺 我是如何分辨的呢 因为我吃过虾仁水饺 里面是虾仁和韭菜馅的 一打开一闻韭菜味就知道哪个是哪个 这个 你看皮有点破了 我觉得还是要那种就是一盒一盒加热 乖乖的一盒一盒加热 不然这个受热的话 它有点有点像慢慢解冻它以后它容易拆脸 刚刚那盒挺好的 嗯 白鱼的 很山东 喜欢放韭菜 有一颗破了 念起来 二四六八十也是十二颗 那就一盒就是十二颗的 其实我个人并不是太爱吃白鱼的 因为我会带一点腥味 但是价OK 热的吃我能接受 白鱼肉的口感就比较松散 没有刚刚的那个巴刷鱼那么有弹性 再看一下这个 虾仁的 刚刚吃的那个虾仁 没有完全热 就是不会新啦 因为它本来就是熟的 然后我刚加热以后 加热的不是太热 所以它有点冷冷的 但还好冷的时候吃也是不新的 我就去加热了一分钟 你看它都破了 它就很容易破这个加热不好 加热是门技术火 还是第一盒好 一定要安安分分的一盒一盒加热 不要偷懒 里面虾仁呢 不是整颗的 还有这些猪肉的 虾仁就切成大概这样的粒 这个里面的馅啊 整体就比较松散一点 所以我没有办法展示 很切面 大家看看吧 就这样的 三款水饺呢 三款水饺呢 我个人最喜欢藤椒巴鲨鱼的 唉 有可能是我赚的那盒比较好 但另外两盒 那个拔鱼的和虾仁的里面都含韭菜 就是呢 这种素食吧 一盒当午饭吃 我觉得是不够饱的 当早饭吃的话 早上吃韭菜口气就有点重 看个人喜好吧 我觉得都不雷 他反正都不踩雷 看你喜欢那种味道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